靜電視執照爭議持續延燒 NCC過去審理靜電視執照 竟然補件超過了30次 意思是什麼呢 是要補到過為止嗎 身為獨立機關的NCC 有護航的疑慮 國民黨立委李德偉更痛批 NCC主委陳耀祥不要再一意孤行 來掌握他們最新的說法 個人認為完全就是護航啊 我覺得 現在發生了這樣子的一個電視台 通過了執照以後 雖然還沒有開台 但短短期間內已經換了 大概三四個總是長了 這樣子 的新聞台 電視台還能讓他出現嗎 我真的希望陳耀祥主委不要再一意孤行 好好的來思考台灣 整個媒體及新聞的發展 不要畏過而過甚至於如 報章雜誌所影射的有所謂的 黨政高層在裡面 上下其醜下指導期 這個部分 我想陳耀祥主委跟NCC的內部的委員 在心裡有數 所以我們只能說 貪張忘法是不要做這種 護航甚至於 違法的事情也不要做 建這件事情 事實上 進電視從2019年 開始送電之後 事實上他送進去 他並沒有給他 當時 並沒有給他推薦 他就給他補薦 到2021年5月的時候 他是送了一個新的 電視的經營 的那個企劃書 那再把舊案 抽出來 沒有哪一個 電視台申請 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他完全就為他量身訂做 就是為他 你可以補薦補薦 之後 2021年的5月以後 他提出來的要求 補薦補薦 辭掉董事長 那真正的對外面 宣佈的時候 已經是到8月 在這段時間補薦 他就一直讓它補薦 一直讓它補薦 為什麼一個 NCC 我國的 一個 中央號稱為新聞獨立公正 运作的一个公平的机关 可以为某一个电视台量胜定做 一直不断的补件 最后我还是要呼吁NCC曾要想 你真的要出来讲清楚 说明白你不要毁了NCC的一个情欲 台湾铁路工会在今天号召了 签名员工走上街头 反对不清不楚的台铁公司化 抗议人员早上10点从台北车站出发 路线经过了盛林大道 还有林森北路 林森南路 林森南路走到立法院递交陈情书 台铁公会理事长陈世杰表示 今天的这场抗争是无奈之举 公司化草案在还没有跟公会完成沟通之前 就送到了立法院 这口气员工忍不下去 所以即使今天很寒冷下着雨 也交不洗员工不满的心声 如果员工诉求没有获得善意的回应 今后的后续还会召开扩大代表大会 决议下一次抗争的内容 303全台大停电桥头地检署竟然以准放火罪 防害公用事业罪来办三名基层的员工 法界人士都惊呆了 另外高检还出动了国安团队要来查 鸟类误触电缆 这背后是不是有人为的因素 网友就狂酸了 现在是要办小鸟匪谍罪吗 史上头一遭因为303全台大停电桥头地检署 不但破天荒搜索星达电厂 三名基层员工的办公室及住处 讯后竟以准放火罪 妨害公用事业罪来办 让不少法界人士超压抑 这个条文其实在实物上非常少使用到 也很罕见 准放火罪很在意的是 明明是误触开关人为操作失当 为何检方要用重罪来办 王美花没事却要基层去坐牢 在一档质疑是唯会就照 这不是唯会就照的 这是践踏滑志 放火就放火 哪来的准放火 细谋的要去破坏电厂 然后让这个发电出了问题 我才是要去搜索 保守不但跟搜索有什么关系 现在民怨沸腾 所以他故意用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 去找个人来悲罪 更夸张的是 小鹰爱将行太招 让高检出动国安团队 说要开专案会议去调查 鸟兽误触造成停电 究竟背后有没有人为因素 王朝凤厉害了 真的要查小鸟匪蝶罪就对了 是要问他们谁派你来的吗 原来小鸟松鼠老鼠 都是中共同路人 花电电厂出问题 结果变成了剑腿阴谋 找人来当带罪高养 立社恐怖 这样的方法 基本上是已经违背了 一个华智国家 比较简单的话 就把台湾所有的鸟 全部都杀光 还没办法 冲在人家都没办法 当轮流停电成日常 当政府能源政策出问题 政府用极端手段 试图告诉百姓 停电竟然是因为股安问题 不知道有多少百姓会相信 简流程林佩杰台北采访报导 今天推进你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放在家里面 其实也都不占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钟 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一瓶的电解液 就可以生成两百公升的水神 中天有独家的观众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点购 放在家里面